歡迎收看二分之獎 來到女兒的殿堂 好冷喔 你看大衣都出來了 是怎麼搞的 不知道是不是站在哪裡旁邊的關係 真的好冷喔 不是站在我旁邊 是站在我旁邊 後面又有一桶乾餅的關係 是… 你知道天氣就變冷了嗎 是 我真的好期待 等一下回到家放一缸熱水 蠟燭點起來 精油弄下去 整個給它泡下去 很舒爽 胡云甄妳這樣不好吧 我這樣不好 這聽起來很不環保耶 我這樣不環保 妳放一瓷子水 然後就妳一個人泡 這樣好嗎 不然我跟鬼泡嗎 我不一個人泡 我跟誰泡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意思是說 妳放了一瓷水嘛 對不對 我老婆小孩也去泡啊 我也可以去泡啊 寶貌也可以去泡啊 樓下管理員跟你那麼熟了 也可以上去泡啊 我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家浴缸擠不下這麼多人 是 我如果害怕孤單的話 我可以去這個超市買一些生鮮食材 比如說我帶雪場蟹跟我一起泡 泡完起來就可以吃了 地獄骨的概念 剛好 是這樣的喔 對啊 生鮮食材我以為是一些蔬果類 原來是雪場蟹 我泡蔬果類幹什麼 所以你不用擔心 真的不用跟我一起泡 總是要有一些配菜 沒關係 沒關係 不用 不用是嗎 不用 那對不起 那今天到底要聊什麼 今天就要聊說 你跟阿姨愛泡澡這件事情 我跟阿姨怎麼泡澡 你跟阿姨到底有沒有泡過澡 這是潘老師的故事 是這樣嗎 跟我沒關係 會不會有在想說 每一次我們都這樣開玩笑 那其實阿姨在家都有在看對不對 沒有在看阿姨在忙帶小孩 阿姨會不會在想說 什麼時候她會約我這樣子 沒有 沒有這一段 沒有是 環保 環保 對 我們今天要聊得很簡單 那就是說各國的浴室 哪裡有不一樣對不對 其實很多地方浴室都長得大不同 是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好好聊一聊 到底外國人的浴室 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我愛洗澡 皮膚好好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什麼 什麼 當對面呢 快來洗一場熱水澡 狠狠從頭衝到腳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歡迎 浴室可以稱為最私密空間 從擺設就能看出各國衛生習慣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就要帶你來 一開加工的浴室 究竟有哪些 讓人看為觀察的超奇特設備呢 洗澡真的是每一天都會做的事情 是 有些人可能還洗到兩次 對 但是各國洗澡的習慣 學問居然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怎麼會不一樣 沒有 我覺得台灣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我們外國人可能看不懂的一些地方 像我之前 就是要跟我女朋友一起泡澡嘛 她說不行 不能進去 我說怎樣 我為什麼不能進去 她說 妳一定要 本來就是 是啊 這是禮貌吧 沒有 太髒了吧 那邊是洗的意思 妳的意思是說 妳泡澡的時候 就是 順便洗好不好 本來就是要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本來就是這樣有沒有 在那邊洗 不是 因為如果你沒有洗澡 就先進去泡 妳等於是泡在自己的髒東西裡面 也沒有 不是 那妳泡完了以後 那別人怎麼泡 好噁喔 一起泡嘛 一起洗可以嗎 那兩個都沒洗澡進去這樣泡 早就會 一起髒了 不會 不會 反正我們美國人哪有人這樣子做 我們就是泡的時候順便洗 泡完了之後 妳可能要稍微沖水 這樣子就可以了啊 真的 我們真的是先洗乾淨以後 再進去泡 沒有 我們來問一下外國朋友 我想問一下外國朋友 你們洗澡 泡澡之前會洗澡請舉軒 不會的請舉軒 先洗好再泡喔 先洗 都不會 不會 有啦 日本人會啊 為什麼 誰有日本的 日本人的那種大眾澡堂 都是要先洗完澡才能進去泡啊 妳如果沒下去會被人家罵 妳如果沒洗 妳沒下去會被罵 他愛浪費水 而且那個用了浪費水 而且他們很奇怪啊 我跟你講他們是 他們是先洗澡 再泡澡 再洗一次喔 是不是很浪費水 三杯的水 我們是全家庭都會輪流用 就是爸爸先做 因為爸爸最長 就是媽媽第二個 爸爸最長先進去 那個就是你 爸爸最長應該最厚吧 對啊 我們家沒有錢 一定要沖水 不能跟你們 我們家沒有那麼長 但是爸爸最長應該是最後才能進去啊 我忘記了 是我小時候吧 可能是 沒有 是他們幫忙的 沒有 其實是一樣 因為比如說你先洗完澡 先洗完澡再進去泡 泡完就起來啦 泡完起來不一定要沖啊 日本要再沖 泡澡不要放泡泡就好了 先簡單的洗澡 然後泡澡 然後再出來洗一頭 洗澡 再泡一次 然後出來 有澡片 會不會太多 然後你泡完澡已經第二天了 對啊 泡完澡 沒有那麼久 你泡完 泡完那個洗乾淨的就是 你站起來把裡面的水就倒在身體上 那個就完成 那伊拉克呢 我們不想洗澡 因為他們沒有水 對 他們沒有水 沙漠 不好意思 我們找一個禮拜的水 他們喝什麼 就是一定要 不好意思 就像是你 就像是你放了一缸水 然後髒了碗盤 還沒有清洗 就直接浸到那個水 你覺得那盤子會乾淨 對啊 當然也不是鼓勵大家都要每一天泡澡 只是說偶爾一次泡澡的時候的習慣 對 是不是不一樣 而且最好越多人來泡越好 到底要約多少人 下一位 下一位 還有嗎 剛剛他們講的是那個順序問題 但我覺得誰跟誰泡也滿特別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去 那個我們一個日本的一個朋友家裡 然後他們就時間到吃完 他們家在吃完飯 就要洗澡了 結果我看到爸爸進去 我想爸爸進去沒關係 我們就在外面看電視 很正常 很多都是爸爸先洗 然後後來我看到一幕 我到現在還覺得滿奇怪的是 女兒也進去了 我以為只是進去拿東西而已 沒有耶 兩個進去以後 等一下女兒多大 女兒 重點 對 女兒不是像我想的 我們身上三歲的 小朋友的 不是耶 是帶國中生耶 國中生大概有150 160左右吧 最尷尬的時候 有人會 有人會 就進去了 對 然後30分鐘 確定是女兒 會不會是新媽媽 沒有啦 媽媽在那邊煮咖啡啦 結果後來他們就進去以後 然後30分鐘還出來 我那時候想說 裡面就會腦補那些畫面說 但是裡面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如果是自己女兒三歲 四歲以後 她就不會讓你 讓爸爸跟你一起洗澡了 她說爸爸我不要 我不要 對啊 結果我出來以後 我就覺得滿腦子奇怪 後來問那個太太 太太也覺得說沒什麼 這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覺得都好尷尬 對 三 四歲我都覺得有點不太OK了 而且聽說這是小百合的故事 可是你們台灣人是女兒 到幾歲的時候要跟爸爸分開呢 我女兒大概三歲四歲就已經 上幼稚園就不太會了 上幼稚園就不會了 我記得是我國小三年級 還是我跟爸爸一起泡澡 三年級 然後我的姐姐是比我大兩歲 可是還是跟我們一起泡澡 然後最後是媽媽也一起會進來 然後 然後全家一起泡澡 對啊 你們在浴缸是泳池是不是 有啊 你看什麼蠟筆小新 什麼他們也是這樣演的啊 對啊 可是有些那個太 那個還沒獨立的小朋友的話 國小五年或是六年 還是會跟爸爸一起泡澡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跟我爸爸 媽媽洗國澡在一起洗澡 洗澡 這個很後悔嘛對不對 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後悔啊 你現在還是會 你會跟小寶泡澡吧 男生跟男生 男生無所謂 沒有 小寶就是沖一沖洗一洗啊 我們從來沒有一起 你跟小寶也不一起 不會啊 為什麼不要 泡在浴缸裡面耶 沒有沒有 小朋友都沒有 都沒有在泡 因為我們這個 在澳洲 我們其實不可能是 在浴缸裡面洗澡 因為就是我們很缺水 可能用淋浴的啦 對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小寶寶 小寶寶只能 就是在浴缸洗裡面 就是所有的寶寶都要用 一模一樣的浴缸 然後我們會用 用的水 就是去浇水 在我們的後院 洗澡水 再把它拿來利用 沒有落在 小寶寶沒擦 小寶寶也不會多擦 對啊 剛剛要沖馬口嗎 什麼都可以啊 但是如果我也洗澡 然後那時候比較乾燥 我也會帶 拿我用的水 然後也去浇水 然後花就死掉 沒有啊 因為裡面都有很多肥皂 對啊 OK 那澳洲洗澡也是有分長幼嗎 就是 比如說 大人長輩先洗這樣 沒有就是敞頭髮而已 誰有最敞的頭髮先去洗澡 所以是八毛 對 因為 杜麗 杜麗你會最後一個 我們兩個最後 對 最後一個 但杜麗體毛最長 有可能 還不是一個相仿的嗎 因為你長頭髮不是花更多水 你後面清潔的時候 就沒有熱水了 每個家庭會有 就是比如說 我們今天只能用兩個 二十個L 那有比較長的頭髮 可能要先去洗一下 因為剩下不會有水 那妮可呢 你們洗澡什麼不一樣的習慣 我們法國從很久以前 開始有這個 什麼 什麼的 什麼的 迷信 不喜歡洗澡什麼的 這個是因為 現在不是 每一個法國人 都差不多每天會洗澡 然後我們洗澡比較久 九分鐘 大部分的人是九分鐘洗澡 可是為什麼會 就當初有這樣的傳言出來 對 說 因為有很多 這是 開始是這種 路易士是我們的國王 他才有做他的珍寶 是帕拉斯在 Versailles 那邊 對對對 Versailles 這個地方非常大 這個花園非常漂亮什麼的 但是他們弄好的時候 洗手間 就有好幾個而已 但是住那邊的人 已經有九百個 不夠用 對啊 然後每一天 當然也會有一千多 是兩千個人會 把來把去什麼的 所以不夠 所以習慣是有很多人 是去外面 在花園 喵喵 那是大便什麼的 然後也是在 對啊 在這個樓梯的旁邊 那是這麼 柯頓的後面什麼的 所以有好多古詞 好多禮詞 有寫書什麼的 寫 那邊非常非常的臭 然後也是習慣 就是那邊的工人 因為他們也會在 他們的房間旁邊有 那半夜的時候 要在一個什麼 板子什麼的 鳥鳥什麼的 然後早上的時候開窗戶 然後就 就外面這樣 對啊 所以從這樣的時候 就是 大家都覺得那邊太粗 不喜歡洗澡什麼的 可是現在也不會這樣啊 我在澳洲我很習慣就是 四分鐘的洗澡 對 是啊 限水 對 因為我們要 就是 因為我們很缺水 在澳洲要限水 然後在澳洲 我們會有一個 小小的就是 時間 就是在那邊會 還真的有人計時 按鈕耶 真的 開始洗澡的時候 你會按一下 是自己按嗎 自己按 那如果自己故意不按呢 這不好啊 你知道如果你的家庭 就是用太多水 你那個水公司會被... 會發錢 會發錢 超過 不是像我們台灣 你要用多少水 用多少電 看你就是付費嘛 我看過一個比較特別 是我那時候去馬來西亞 然後就是 拍他們的旅遊的外景 然後 因為我們一整天 譬如說什麼 去什麼黑風洞 爬那個樓梯 就是很累很累 然後呢 我們就住在一個 就是一個民宿當中 我就想說 回來我要好好泡澡 因為腳很痠 要泡澡 可是我在馬來西亞很奇怪 我們住了很多地方 馬來西亞廁所很少有浴缸 非常少 我就後來問 負責帶我們拍東西那個人 我說 馬來西亞的人不泡澡嗎 他說沒有 我們馬來西亞不泡澡 我說你們有限水嗎 他說不是限水 因為馬來西亞很熱 熱熱 他說他們根本不需要泡澡 太熱了 他說 馬來西亞應該沒有那種 什麼溫泉飯店那種 太熱了 而且馬來西亞其實也是兩間 就是廁所跟洗澡是分開 它是兩間 然後真的很久很久 就是我小時候 我們不但沒有那個淋浴 連淋浴都沒有 沒有 我們是用那種藍色的大桶子有沒有 然後就是直接對那個水龍頭烙水 然後水滿了以後 我們就用水瓢洗 等一下 那你們洗澡會用熱水嗎 還是就是 就是冷水 就常溫的水 就是水龍頭的東西 因為很熱啊 太熱 對 然後在我長大一點去 它就是比較好了 有那種類似浴缸磁磚貼起來的 很像容器的東西 可是那個東西也是拿來烙水用的 也不是讓你泡澡的 所以馬來西亞真的不泡澡 真的不泡澡 就是有一定的收入 你才會去裝電熱水器在廁所裡面 你才會有淋浴 對 要不然他們其實都是用烙水的 慢慢 對 以前在客家也是啊 我們都是就會烙一缸的水 烙一缸半缸的那個冷水 然後燒半缸的熱水 然後就全家人用搖的這樣 對 對 然後都是最小的進去用 有時候最小的進去用都沒損水 對啊 是 我們是每天都泡澡嘛 泡澡的時間特別久 對 真的是每一天 有些人是早上跟晚上都要 不管是 好浪費水喔 日本水很便宜嗎 其實比台灣貴一點點 會不會就是你們把澳洲的水都用完了 是 可是早上怎麼泡 出門前這樣子 對 一起來就 有些人是泡澡才會有醒來的感覺 好奢侈喔 其實你這一杯水泼給他 他也是有醒來的感覺啊 熱一點的水洗澡的話就會醒來這樣子 然後日本女生的話花很久時間 都花在洗澡 有一次我跟住在台灣的台灣男朋友 就是遠距離戀愛的時候 我們聊到說 等一下要不要打電話聊天 一起洗澡 不是 好刺激喔 小百合 我真的看錯你了 小百合 還沒講完 我說那我先洗澡好了 那個等我洗澡 然後我們在聊天吧 電話聊天吧 然後好 然後我是洗澡 然後出來看到手機 我嚇到他們那個電話的紀錄超級多 還有一大堆胸洗都是從他來的 然後他有寫說 還沒嗎 你還活著 還好嗎 好急有他 對啊 在洗什麼 對 你到底洗了多久啊 想 兩個小時 好久喔 早上晚三年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凱琳可以洗半年 你知道嗎 真的喔 不然 因為女生啊 因為一個小時是都花在泡澡 然後 然後要做什麼 都是我們是帶零食啊 飲料啊 冰淇淋啊 什麼 然後帶書 然後變抗書 兩個小時皮都皺了耶 沒有沒有 泡澡的話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就夠了 然後 一個小時也很皺啊 我泡澡大概十五二十分鐘 我就受不了了 然後洗頭 洗腥 先體或是按摩啊 那個去那個腳趾啊 按摩 會啊 對 大概就做一些 美容保養類 我們的美容保養 護花 我們很忙啊 護花護滑 對 護花護滑 不過男朋友說 怎麼可能 我以為是醉酒也半個小時 怎麼可能兩個小時 真的 我跟你講 下次我要看 不然的話我不相信 你在你面前 所以我們日本人都是上班啊 那個上課 回來到家 大概是吃晚餐跟洗澡 就要結束了 就真的沒有事情 要做自己興趣的 平日的話 他們這裡面想要3C的東西在上面 不小心它倒進去 然後他們點倒 撕掉 不會 因為在太久 在浴缸裡面 我們都看那個電視劇啊 看書啊 聽音樂啊 哇塞 但是都一刀掉進去 沒有 它變成他們的休閒活動 水都冷了 什麼問題 他們生活的身分之一 都在浴室過的 對啊 所以浴室裡面的那個 按摩器也有 他們 蛤 防水的防水 浴缸裡面那個 我裝一個那個按摩的東西 按摩 後面有那個 對 直接把按摩裝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那一天 當天就說 我要去泡溫泉 很高級的溫泉 就是早上 就是泡澡 中午就一整天就泡澡 晚上回家泡澡 會 不會無聊嗎 換電的話會啊 因為那個溫泉是好東西 那 那早上也當然要泡澡 然後晚上也要泡澡 你在睡裡面那麼久 你是冷還是你是浴 什麼 像葡萄桿 就是皮膚像葡萄桿一樣 葡萄是沒人語 很少有一個人講完 討論那麼熱烈的 你看看 而且我不知道這些 這些男的在氣什麼 對啊 太難理解 太久了 是嗎 浴缸的關係 因為那個西凡 我們幾乎每一家都有浴缸 但是你說的那個 東方不一定是每一家 像台灣我前家 現在的家 兩家都沒有浴缸 所以那個 對大人來說OK的 因為正常洗澡的水在那邊 但是小朋友來說的話 就是比較難 因為西凡的小朋友 他們可以一家的 洗澡的時候一邊玩 有小玩具 然後就是到時候準備好了 閉眼睛 好好玩 你可以放兩三個小孩在一起 就是OK的 但是在這邊 是不OK的 OK 這很亂 但是我小時候都跟姊姊 你沒有小孩 我都可以啊 這是沒有不好的 但是在這裡 我姊姊她 帶她的兒子不到二歲的時候 她帶她的兒子來這裡 然後我沒有浴缸 所以她就是跟她說 喔可以帶玩具 然後她的兒子進去說 浴缸咧 就是這裡啊 她說 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大人洗澡的地方 不是我洗澡的地方 她說你可以玩玩具 她說怎麼玩 然後水在那邊 玩啊就是水在我的臉 就是流到我的眼睛 然後她很怕 因為她怕那個水碰到眼睛 那個那個肥皂什麼碰到眼睛 所以她哭 但是不是就哭 她是大聲哭 不就是大聲哭 她是尖叫 她是尖叫到 那個領取是 他們是打到以為有人被殺 還是我不知道 她是 啊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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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直一直尖叫 像那個我姐姐 她是一直罵 她說 你是一分鐘一分鐘衝乾淨 然後我的那個管理員 她也是上來 說你們還好需要保安什麼 有警察需要來嗎 因為她不知道是什麼聲音 那個弟弟就是不敢用那個洗澡 因為習慣了浴港 我三次他們有給我吃英國菜 我的聲音也是怎樣 哈哈哈哈 我來音發不合 這個其實我可以接受 還有跟女生用同一個 通用的廁所就是 她 這道具都是她的保養品 這大問題 但是我還可以接受 還是她不放對的位置 她用什麼洗髮件 然後就是放在那邊 我可以接受這個東西 但是我不會接受的就是 我每一次 洗完澡去去 我的身上都是她的頭髮 因為地板 然後什麼東西 哪裡都是她的頭髮 都是 第一次跟我親女友住 那個 開始住一起的時候 我去洗澡完 就是去睡 然後我在床上 然後就是 腿癢癢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就覺得看裡面 就是是不是蟑螂在我的面背裡 然後都是她的頭髮 就是很多 就是 就是像一個球那樣 就是很可怕 然後我越來越多發現 她的頭髮都在那裡 我去刷牙的時候 就是 就是她的頭髮在上面 連那個 有龜子那個抽鬼 就是我很久很久沒有開的 她頭髮在裡面 我不知道她怎麼跑到裡面 她現在頭上還有頭髮嗎 有 她是每天 每天 她是不是在做話 她現在像肚子一樣 每天腳光了 我跟她說 你可以不要 你可以真理嗎 她開始 她每一次 自己每一次洗澡之後 她用膠帶 然後她就會這樣 在地板就黏著 對啊 我這樣也是 很好 但是原本就是沒辦法接受 對 吃飯的時候有她的頭髮 呃 就好可怕 可是我真的覺得 男女共用頭髮這件事情 真的太難解決了 像我女兒頭髮倒腰比我還差 然後呢 我女兒我兒子 我們都是一間廁所這樣 所以呢 我每次聽到他們兩個人 在廁所吵架都是為了頭髮 因為我就規定說 你吹頭髮一定是在廁所吹嘛 因為你吹 不是只有你洗頭才會掉 你光吹頭髮這件事情 也會掉很多 尤其當那個頭髮很長的時候 他其實 掉個幾根 你都覺得好像滿地都頭髮 然後呂勸不聽之後呢 我就看我兒子很好笑 她每次進廁所用跳的 她不想踩到姊姊的頭髮 所以進廁所就這樣 跳到馬桶邊上廁所 上完廁所再咚咚咚咚咚 跳出來 跳房子 沒有 因為她不想踩到頭髮嘛 可是就是那個頭髮 都是一區一區一區的 而且在廁所 你會放那個長毛地毯 因為你洗完澡 消耳 你怕那個腳會濕 長毛地毯 頭髮黏在那個地毯上更恐怖 所以到最後我們家就是那個 稍微有點那種 吸腳式的那個地墊 大概一個月就要丟掉一張 一個月要丟掉一張 那頭髮太難清了 真的 對 我真的覺得跟女生一起 公用的抽所最難 因為女生的東西太多 一 然後每一次洗澡 就是地板 整個都是他們的頭髮 我不是 其實你毛髮量也不少耶 但是我的是短的啊 我會看不出來 但是女生的是長的 然後又會卡住 因為我毛很多 女生衣的毛也很多 就是卡住在我的毛裡面了 你知道嗎 所以 卡在你的毛 你是怎樣 是撕他頭髮還是怎樣 你畫面有點奇怪 是魔鬼衫嗎 對啊 一碰怎麼弄得出來 說我的啦 是一個長的 根本不是我的 然後還有 就是更多東西就是 女生很多都 台灣的女生會睫毛嘛 然後他們的睫毛 就是有一天進去廁所半夜 然後我打開等 就是看到鏡子 兩個眼鏡卡我 就是把她的睫毛貼在那個 鏡子上面 然後把她的睫毛貼在那個鏡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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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還要用嘛 隔天早上起來 剛好就可以拿來黏了 就拿來接上 我覺得超可怕你知道嗎 你一直去撕 怎樣啊 然後 但是好處是 女生東西很多 你知道嗎 我大學我真的 生了很多錢 我都是用那個 女室友的東西 是不是 她們洗髮精很多 但女師有知道這件事嗎 她不知道 今天應該知道的 哈哈哈 她們東西很多 而且你知道嗎 女生有很多保養品 就是整個放在 真的超好用的 超好用 我以為你說超麻煩 超好用 因為她很方便 她洗完 你洗完就洗用啊 但是我真的 滿好的 我大學四年 我是生了很多錢 完全沒有買母乳乳 大學四年從來沒有買過 對啦 不鼓勵這種偷切的東西 對 可是真的因為女生的洗手間裡面 東西太多了 我笑的時候 也是我們的洗手間 也是比較小 然後也有分享這個媽媽 然後兩個姐姐 他們的東西太多 然後有一次 我是 我們是男生 男生很簡單 我們需要一個 shampoo 一個body wash 然後一個肥皂 沒有想到 是哪一個 乾淨來是shampoo 然後乾淨洗豆 不是shampoo 是像 身體的露營 什麼的 然後就 感覺是悠悠的 然後就身體都是悠悠的 洗錯罐 對啊 洗好久 然後 我也很生氣 然後我姐姐也是很生氣 但是我浪費他的東西 但是 為什麼這樣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裡面的 不會啊 我們東西很簡單啊 我東西也是洗髮精 然後潤髮的 然後洗澡 乳液跟 那個嬰兒油 對啊 就這五個啊 但是他們各有三十瓶 要多漂亮 幹什麼 但我們家咪咪會常買一些 在浴室裡面 然後不知道有用或沒用的東西 像這個東西 很奇怪 他看到網路上有 他就買了 我說 這真的很有用耶 對 我就說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卡在那個馬桶座下面 有一陣子 他說其實人的角度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上廁所 我們都要這樣墊 然後腳就是馬 然後所以他就會有一個椅子 讓你墊起來 你就比較容易上廁所 對 然後呢 這是給小寶寶用的嗎 沒有沒有 大人大人用的 不好意思 是給我們大寶寶用的 所以他就是讓你的角度 讓你時常變得說 據說啦 會變 比較順暢 對 然後因為秘密一五五嘛 所以他在墊這個很開心啊 然後第二個我墊上去後 然後我肚子又大 基本上我就卡到這邊以後 就會變便秘 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辦法用 而且這個東西非常的占位置 好 那也就算了 然後跟他講說 好 但我覺得女生 還有一點用的很奇怪是 他們喜歡把整個浴室用的這個 煙霧弥漫 每次等他秘密用完 我一進去以後 我都伸手不見五指 不是吧 那像小百合都洗兩個鐘頭 怎麼會不一樣啊 那我問他說你可不可以用抽風 他說不行 因為這樣煙霧弥漫 這樣濕氣 才會保濕讓你這個皮膚Q彈可破 就是因為這樣 常常每次一進去以後 我這個眼鏡 如果家裡有用那個眼鏡 一進去就看不到 看不到以後就會 不是裝到東西就直接跌倒 所以我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用完以後先抽乾淨 他們說不行 因為就是要這種野無明妙的感覺 讓你自己的身體感覺很滋潤 而且那時候毛細工打開保養品 才吃得進去 對 他們這樣講 所以讓我們都洗得很麻煩 對啊 我之前台灣男朋友來我家的時候 就洗完澡 他很生氣的表情過來 然後說 沒有 他本來說 我很傻眼 因為他在手下拿那個用過的牙刷 三支的牙刷 然後那個用過的那個牙刷是 我在那個浴室的收納棚裡面 放的東西 人家來了 大概就是弄完的時候 你就把牙刷丟掉 對 不是 因為那... 不是 收好嗎 對 你為什麼留下這句的那個抓呢 因為那個是打掃用的 我們是那個... 這個是很多日本每個家庭 對啊 都是這樣 有一個地方都一定會放那個 舊的牙刷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要想打掃的時候 從這個那邊拿來用那個... 比如說 刷一些 要刷東西的 對...那個浴室的那個邊邊的地方 美菌啊那些 對 所以他拿的是那個 所以就他以為是我劈腿 所以就很生氣 那有沒有透過浴室裡面 自己裡面會必備的一些奇特物品 或是布置呢 我覺得有啊 但是這是我之後來到台灣 才發生的事情 台灣很少會有 像我們美國這種 有兩個吸收台的廁所 你們應該是很少 廁所要夠大 真的沒有你想像的有錢 這個跟有錢沒有什麼關係吧 很少 現在只有豪宅才會有兩個 對啊 不會很貴啊 但是在... 對啊 在美國我們 就是幾乎都是我們家裡都會 特別是那個作坊 一定是有兩個 譬如說我媽媽 一台是我媽媽專門用的 一台是我爸爸專門用的 那我們的廁所 我們也有兩台 因為這樣子就是 譬如說早上我們要同時上課 我跟我弟弟 我們可以同時刷牙 洗臉什麼都準備好 而且我還有一個 我發現台灣 都沒有的一件東西 讓我超級生氣 就是這個 蛤 沒有 我們叫做一個 沒有耶 其實沒有 對 藥櫃 藥櫃 我們都不會裝這個 不會放裡面 因為通常你拿藥的時候 在肝上就會看到鬼 什麼 什麼可能啊 真的 美國很多恐怖片 都是關藥的時候發現的 沒有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實用 也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為什麼要把藥櫃放在廁所裡 這也是我不懂的 對 可是因為台灣的浴室沒那麼大 所以你洗完澡廁所 你藥放在廁所會壞掉 就完了 對 會壞掉 美國夠乾可以 沒有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 譬如說你就是一般的乾冒藥 放在裡面也可以 或是疏口水 這樣子你的座 這樣子你的座上就沒有看起來 沒有那麼的亂障 你懂我的意思嗎 髒亂了 髒亂 都是台灣很多 這邊有那個牙膏 牙刷 什麼都是放在這裡 客人來你家看到這些東西 不會覺得你家很亂嗎 不會啊 因為他們家也是這樣放 是這樣子 但是我因為這個 這個問題又發生過了一次 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就是有一次 我比較小 差不多十歲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喉嚨不舒服 我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開了藥 那我們的藥品都是看 上得很像這種 橘色的 有沒有 有 那就是我那一天 我本來就是洗完澡 就是吃藥 那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反正我洗完澡 然後就把那個鬧吃完 那過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我肚子超痛 就是開始 就這樣子 好痛 但是不是想要上 不是上廁所的那一種痛 就是 就是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那後來我想說到底是什麼問題 到底是什麼問題 後來我去看那個藥 我是不小心吃到我姐姐的避孕藥 對 那你吃避孕藥為什麼會肚子痛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對我們男生的荷爾蒙來說 是有什麼問題 或是就是上到我的胃之類的 而且我還吃了兩顆耶 避孕藥不是一次要吃一顆嗎 那至少你知道現在不會懷孕啦 沒有用啦 還有剩下二十八天 那為什麼你們美國的藥品 都是放在廁所 對啊 我搞不懂 這是為了方便 譬如說我洗完澡我可以馬上吃藥 或是 可是你吃藥不用到外面再拿個水杯來 他們都吃喝水 沒有 就是 或是就這樣子吃啊 然後有小杯子這樣子 我們很少洗完澡馬上吃藥 對啊 到底有多趕啊 沒有 而且我們的廁所就是剛好 在我們的房間旁邊 那你要去廚房可能要走很遠 像我家我至少 可能要走個十分鐘嘛 哇 又來 沒有 那麼 沒有 就是你要走比較遠啊 而且你會覺得 每次去廚房啊 那邊就是拿藥很麻煩 但是廚所裡面很熱 你放藥會不會壞掉 會壞掉 會壞掉嗎 其實是因為那個是一個 routine 你每天需要刷牙 你每天需要吃那個藥 你每天需要洗頭髮 所以都在同一間房間是比較好記得 什麼藥要每天吃啊 懂 但是藥不會 你們不會發霉嗎 因為裡面要吃 沒有 因為像這些 但是你也是每天你需要 對啊 是每天需要 你需要吃飯 我覺得跟那個習慣不一樣 因為我們開藥 阿醫生一定會說 三餐飯後吃 是飯後 因為飯前吃好像我們覺得會傷胃 常在餐廳的附近會放藥 對啊 那他們好像沒有這個 一天一次吧 就拿起來就吃了 也沒有管吃飯前還是飯後 我們在法國也是有一個習慣是這個 對 我們在法國有這個習慣 現在比較少 但是喜歡 我老婆也是第一次來我法國的家 我們也是怎樣 然後她也不知道要在哪裡用的 哪一個用的 跟她說 這個是 就是吸鼻鼓而已 但是現在越來越少的人會用的 因為需要有空檢 所以很多人現在這個不會用 是用放洗衣機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很好用 也是小朋友喜歡 因為我小的時候也會在那邊 是因為我們沒有包的 就是用這個 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磚 我的工具 我的玩具都是在那邊放的 真的喔 對啊 好玩喔 台灣這好像很少 美國有分嗎 沒有 沒有 美國都沒有 你們都很少 可是這個用免治馬桶就解決了 對不對 就比較省空間 然後也是 法國有另外一個習慣是在 我們的馬舵也會有一個什麼 香氣 這個香氣 然後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是用玫瑰花的味道 所以我來台灣也是發現 你們有很多東西上 有蛋糕還是有什麼 很多是用玫瑰花 對 我們法國人來說是 不可以 因為是有 玫瑰花的味道 所以我們馬舵的味道 一起 他們浴室除臭 就有那個玫瑰花香 對啊 那你們晴恩節不會送玫瑰花嗎 也會一點點 就送你廁所的味道 送你廁所的味道 然後就給我 像我說 玫瑰花說 OK NO 沒辦法 要換 你放在廁所就好 每次大便後就 好 乾淨了 那個東西她說的那個筆袋 我看到她照片的時候 我是跟她聊 我第一次去法國的時候 我是不小心 因為是把睡嘛 我不小心用 我以為她是馬桶 所以我過後20分鐘 我媽就敲門 就說你還好嗎 我說還好還好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進來 她是進來的時候 看我 我再壓她下去 抱歉 因為不要讓別人看 因為我打錯 對 但是英國 打錯 打錯 對 打錯 對 打錯 打錯 英國的我們特別的東西 就是那個 像台灣有一些 但是不 現家沒有 但是現在的家有 就是那個開風扇 就是出臭跟出濕 但是在英國的 是比較老的家 會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之前的家 在英國 那個風扇有一點壞掉 所以它是 它很大聲 其實像戰車那樣那麼大聲 你進去就是 不是那樣 是開的就是 所以 因為它是吐臭 所以其他的人 都知道你要去打便 所以你每次去 你就會聽到聲音 誰要打便 喔 是你喔 就是因為很尷尬 還有有人做課的時候 就是來 他們不小心就暗了 你知道做課的人 他們要打便 但是還有別的 英國人是蠻幼稚的 還有別的 很奇怪 我到台灣發現 不是全世界有 每一個那個吸收台 有兩個水龍頭 我以為是全世界有這個東西 只有英國 我們不是 你知道台灣水龍頭 你可以調溫度 這邊是熱的 這邊是冰的 這邊是中間的 英國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是 太燙 一個是太冰的 沒有中間 你要吸收 就是剛好的溫度 你要先卡那個當柱 然後就是等一下 好 熱的 冰的 好燙 最可怕是冬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就是呆冷跟呆熱的 對 就沒有對的溫度 所以我們沒有 還是覺得 都不洗手啦 我回去的時候 我跟媽說 媽你可以換那個比較現代的 她說這個是最現代的 我換多錢 然後我說 但是你要去其他國家 她說他們錯 他們錯 我們猜對 日本人那個 連使用公共的廁所 跟洗澡的地方 都還要重視禮貌 我們要大概差不多長大後 要有機會會住在別人家 大概這個年齡的時候 爸媽一定會教我 我那個教孩子說 那個是洗澡的時候 怎麼用才有禮貌 所以你要帶伴手禮去送給浴室 我們是那個洗完澡之後 排水孔一定會有頭髮嘛 我們是一定要 自己的頭髮要自己要 當然要 清涼 這樣很好啊 對 這個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現在也是回日本家的時候 或是現在一個人住也 還是會用完之後再拿來丟 可是那個時候是 那邊是濕濕的 然後用那個乾的衛生紙 抓也是有點 還是會濕濕 就是比較噁心嘛 所以日本人發明的這個 這是排水孔的浴碗蓋 這個蓋上那個排水孔下面 然後洗完頭之後 直接拿來丟 這樣就可以了 它是塑膠的嗎 對 塑膠的 因為現在有賣紙的 所以那個紙還是會濕 對 所以這個塑膠這樣比較方便 而且要自己帶 對 接下來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用 這個是那個 沙發霉的澎霧器 沙發霉 聚霉器就對了 對 發霉的啦 比如說浴室的那個邊邊啊 白色那個焦焦的地方是 發霉的話會變黑嘛 或是變那個藍色很噁心的 那個這個是噴 然後再等一下下 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變白 哦 那個很難吃 所以你自己 所以你自己在家裡洗澡兩個鐘頭 去人家家裡洗澡要三個鐘頭 對啊 要不然家裡洗澡這些就對了 改天來那個他家洗一下 可是這個一定要提醒的是 這個裡面的那個成分是比較危險 所以用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帶眼罩跟 太刺激了 不能碰觸的皮膚啦 對 就是一定要好好把護膚再用 沛修呢 那你在你們國家 你們有必備什麼東西嗎 你們知道伊拉克人大部分都是有鬍子 是 但是你要洗鬍子跟洗頭髮 完全不能用一樣的洗 你洗髮精不能用 有時候長啊 他們的鬍子比頭髮還要長 都會長啊 而且鬍子就是那個髮 就是毛 跟你的頭髮完全不一樣的 跟身體的毛完全不一樣的 那鬍子是要用什麼 所以我們伊拉克人 每一個男生的家庭裡面 一定有自己的就是 這什麼 就是洗鬍子的洗髮精 專門洗鬍子的 是鬍子不是跟頭髮是 它不是 它就是鬍子的洗髮精 哇塞 然後還有 就是 潤髮的 就是潤髮的 潤髮啦 潤髮 潤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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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有這些東西嗎 好酷喔 我沒有 沒有耶 因為你知道嗎 你的頭髮跟你的鬍子完全不一樣的 不知道 那個毛會品質不一樣的 所以你的鬍子 你會刮 所以會比較軟一點 所以會比較好刮嗎 不是 比較 摸的時候就會比較軟一點 柔軟一點 然後它長的方向也會不一樣 就是它真理一點的時候 所以幾乎每一個浴室在南山的話 就裡面有 然後我就是在台灣也買不到 所以我就是送 國外帶來的 然後其實這個也可以用洗頭髮 但是很浪費 因為這是很貴 就是大概是一個小的瓶子 小用量 大概一千多塊台幣 一千多 對 洗髮精兩百多而已 因為你知道嗎 你頭髮已經很軟 所以你用任何東西它會讓它軟 但是你的鬍子就不會要用好一點的 才會讓它軟 所以我 我在手後用的時候 然後我前女兒 每次來我的家都洗頭髮 然後她說 你的洗髮精跟母浴露真的很特別 很好 然後我覺得 很奇怪 我是用一般的洗髮精 用什麼沒有什麼特別吧 就是一般的瓶子 然後後來就發現 她越來每次洗澡到我的 就是鬍子的細髮精是少了一點 這麼貴的 然後後來發現 她是用這個來洗頭髮 太浪費了 因為它讓你的軟度會變更軟 那你用多久 你從小用這種嗎 就是長鬍子之後 就是大概13歲就開始長鬍子了嗎 所以我13歲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沒有留鬍子 你就不用用了 是 但是你留鬍子的時候 那你這一罐可以用多久 兩天 這一罐可以 沒有 我沒有那麼久 大概六個月 六個月 不到六個月 如果女朋友沒有來腳學 如果女朋友沒有來腳學 因為你要用一點點的 然後就可以吸整個臉 是 好特別 對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不是台灣的廁所 是有一次 我看到印度的廁所 把我嚇一大跳 那個是 這個比較髒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是 出了機場 就是加油站的廁所 但是我到那個廁所 當然你就會覺得 因為畢竟是加油站的公共廁所 它不是太乾淨 只是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我第一次到印度 我就想說奇怪 它的 它沒有洗手台 它就在馬桶的旁邊 有一個水龍頭 而且那個水龍頭的位置 我當時第一個職業就是 可能清潔用的 就是你接一個水罐 可以沖地板 或者是接一個水桶 可以洗拖把 我就覺得 那還滿符合人體工學的 因為你這樣很方便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我踩的地方 我想把它沖乾淨 我就把那個 它旁邊有水瓢 我就拿起來 把那個地板稍微洗一下 然後我上車 那個導遊說 怎麼了 肚子不舒服嗎 因為花了一點時間 我說沒有 我覺得那個地板很髒 我稍微把它沖一下 我就稱讚它 我說我覺得印度的廁所設備 其實還不錯 他說你用的是馬桶旁邊的水龍頭嗎 我說對 他說 我說怎麼了嗎 那個不是拿來沖地板嗎 他說不是那個拿來洗手 我說拿來洗手 他說對 你可能第一次來印度 你不知道 因為印度上完廁所 是不用衛生紙的 只用手 對 我就說 那好奇怪 你為什麼不用衛生紙 他說 你衛生紙擦完屁股之後 你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洗手 他說對啊 那既然都是要洗手 為什麼你要多浪費紙呢 少那個步驟 對 他這樣講 我說好像也有道理 就是 不太一樣 不是 你洗手 那你就洗手台的高度 那怎麼是這個高度 因為你坐在馬桶上 用手清潔完之後 他就直接 這個位子剛好就是他手一轉 可以直接坐在那裡 你不用站起來 不是 對啊 你若 就是我用手清潔完之後 我再用這隻手打開水龍頭 所以那個水龍頭很散 然後我再來擦 擦完那個洗完以後 我再用洗好的手 再把水龍頭關掉 所以是一樣 因為你的手是錯的 他們只能用左手 右手要吃飯 他們右手要吃飯 右手開 基本上左手 他生下來這隻手 最大的目的就是清潔 屁 我的天啊 所以從此以後 我就沒有不敢多止一舉的 想說我幫他開了那個 然後我要衝馬桶什麼 都不行 因為這個專門就是 清潔手的 所以他的左手 基本上 連拿東西給人家 都不能用這隻手 不理 那還有哪個地方 你們也是有這樣洗的嗎 可是我們比較厲害的是 我們馬桶旁邊都會有一個 很像洗地板那種 對啊 紮水器的噴槍 然後被泰國也有看過 然後那個噴槍超強 很強 你都洗哪裡 它那個水珠噴出來 是那種用澀的 感覺可以到腸子的那種 可是他們真的都拿那個澀屁股 因為他們那個衝擊力 才可以把屁股洗乾淨 就跟免治馬桶的道理是一樣的 可是免治馬桶的衝擊力 沒那麼強 它那個槍這樣 很強啊 其實台灣很多地方也有那一根 只是大家都沒有在用 它就是拿來洗屁股的 我以前到泰國我也以為 那是沖地板 因為它剛好就在馬桶旁邊 很像沖地板的東西 那是洗屁股的 醫療科也是一樣的 也是嗎 就是水都好像洗 你就洗 因為你知道嗎 你譬如說 你掌東西碰到你的衣服或是 你不是用水洗的嗎 這是你的身體啊 你用衛生紙不會擠乾淨 所以你用水沖 那因為那個水會很強 從乾淨的時候就用衛生紙 就乾掉就好了 那個東西我第一次用 我是碰到牆壁 蛤 因為我是在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先在獨拜 這個轉機 然後就是我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我只是用 不會用很難用 站起來 然後把它比這樣 超好用 髒髒的東西碰到 我碰到牆壁 還好我碰到你衣服 好可怕 沒有到我的衣服 因為我的褲子拉下來 但是我只是才知道 怎麼最好用 差不多了 它不會難用 它很好用 對 很好用 那浴室有時候總是陰陰濕濕的 其實有沒有容易發生什麼樣 蛤 靈異事件 蛤 好恐怖喔 其實我覺得偶爾 就是會發生一些奇奇怪怪的 像我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就很喜歡跟朋友一起去露營 但是你露營的時候 你不是要用那一種公用的廁所嗎 就是有一些像台灣的廁所 那個上面可以看得到 然後下面也可以看得到這種的 然後大家一起同時洗澡這樣子 那我朋友他 他就是進去洗澡的時候 他就是感覺好像是人家一直在看他 那他跟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想說是不是 隔壁的有錯了一個洞 在那邊偷看你在洗澡之類的 他說沒有 就是一直感覺好像是 真的有東西在看我 然後就是洗頭的時候 我往上看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頭 在看著我 他是落枕是不是 對 可是他可能就是看到鬼的 然後他跟我們講這個故事之後 我們那一天晚上 其他人都不敢去洗澡 因為我們會覺得 好像是那個廁所真的是有鬼 你這樣一講我真的有遇過 因為馬來西亞的廁所 我剛剛不是說是分開的嗎 然後在我們那個鄉下比較偏僻 所以我們的廁所是很像那種 小鐵皮蓋的 然後它不是蓋在家裡面 它是獨立外面 它是在門外 所以是有點像在那種 大空曠的草地中間 蓋了一個鐵皮的廁所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很晚 我記得我要去上廁所 然後上完我要去沖涼 因為要準備睡覺 吸收洗澡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知道當一個人 有人在看你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會有感覺到有人在看 對 可是因為那個鐵皮 四面是就是空地你知道嗎 完全旁邊沒有建築物 就是一個空地 你就會想說 怎麼可能有人在看我 然後你就往那個鐵皮屋上面 因為是樓空的嘛 上面就是星空 你就一往天空這樣一抬 然後真的就一顆頭 掛在鐵皮上面這樣看你 所以到底為什麼 所有的鬼都落枕呢 脖子長不好 他們就是 對 很奇怪 但是真的被我看到 我小時候 那你跟他對眼的時候 我就爬出去 我褲子都還沒穿 我就爬出去 誰敢在那邊跟他互看啊 那個很多日本人 就是每一個日本人都一定知道的 一個非常有名的鬼叫做花子 那個花子 花子 花子 那個是學校裡面會出現的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非常有名的是 學校的那個廁所是一排嘛 然後第四個廁所 他就在那邊 然後我的同學 每一個下課的時候 我們好奇到底真的在不在 所以每次我們說 花子 出現的 這樣子 哼了三次 就一直一直我們是是 然後有一次 那你的這個回音 就是他有回應了 所以我們真的是 所以他在啊 對啊 所以我們是 真的在耶 這樣子 然後老師 那個花子真的會存在 然後老師試試看看什麼什麼 我們是都非常就是好奇 就是很... 不是開心就是哇 這是很恐怖的 然後老師覺得很煩 因為大家都這樣子 然後一直鬧 每一次下課後 大家都趕快去廁所玩這個 所以那個... 那個年級的老師討論之後 那個第四個 就在花子館那個廁所是 那個門關起來了 因為每一次 那個他們就是有點煩 所以關起來之後 就我們還是會去那邊走 或者是就超門的時候 有一次真的會回應超門 然後老師 超門耶 老師也試試看 所以老師就... 就大家就安靜 認見上課好嗎這樣子 然後老師也超門 然後結果是有回應 然後老師快哭這樣子 這真的會存在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鬼叫做花子餐 喔 第四間啦 如果你要去找他的話 第四間 找那個... 他們就一直在找 我明明 有一次我跟我的前女友 我們去南部玩 然後我們剛好到飯店 他就是立刻去上廁所 因為他有一點不舒服 因為那個來嘛 所以他就是先去那邊 我在房間看電視 然後他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你還好嗎 他說現在好很多 就是很舒服 剛剛換那個衛生面 就是白白的乾乾淨淨的 我一點都沒有東西 我說很好很好 然後我們坐下就是看電視 然後就差不多一個小時過後 我就去上廁所 我看到那個馬桶的旁邊的垃圾桶 裡面我就 那是什麼東西 一條衛生面 一個衛生面 就是看起來有人爆炸 都是血 像那個有人被灑的 我就是... 就是他到那個 他在最上面跟最下面都是血 一點都不像那個... 就是吸滿了血的樣子 就是... 就是很可怕 很恐怖 我去跟他說 你剛剛用的不是白白的嗎 他進來就尖叫 啊 他是說我們要換房間 他說我一點血都沒有 所以他看到這個東西 真的覺得有人被... 那個房間被殺還是什麼樣 不是他的血 不是 他說... 他跟我說那是空空白白的 然後這是過後 晚上我們在別的房間 他的那個在用的 也是空空白白的 就是沒有什麼東西 他說那個真的是... 只有那個房間的 只有那個房間的 而且那個沒有其他東西在垃圾桶 你有檢查自己身上有什麼傷口嗎 還是因為那是你的血 還是你自瘡犯了 自瘡犯 我不知道 但是他... 我不相信 我就是覺得 你可能是看錯 他說 NO 真的是這樣 就是... 一定要換房間 還是女朋友自瘡炸開 不敢說 有可能 不好意思 擦到破掉 對不對 對 而Frenzy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快點 我們下次見 去年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